要如何买好房 本刊请来看过一千多户房子的房市专家 SWay陪你实力看屋找好房 我觉得家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住宅空间 它是一个记忆的延续 沈志忠是留学英国的室内设计师得奖无数 光是这间楼中楼的室内设计 就拿下2014TLD设计大奖的金奖 2015亚太区室内设计大奖 它利用毛配屋的房屋塑造出屋主要求的独特设计 充满力量与对比的冲击 并且让空间完全开放 那所以我们在做课片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个中间做个调高 那调高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它可以让人跟上面跟下面产生一个对应 那它的就是风动的液体会比较深 那这一件事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在原建筑结构保留下来 所以现在很多人做的都是 就像你讲就是负面才在上面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是说 像它那个有没有 上面就没弄拉 它的板毛的线 原本的结构都在 其实你注意看喔 就说如果它太粗了 这些纹路都会不见了 那其实我们做手工细杂质磨的时候 就至少你在触碰的时候 它不会有一些刺刺或是一些 不会割倒刮到的 所以这其实用很多时间慢慢去磨 这是人造钢石 后续做的 然后直接在现场浇灌这样的 类似以后期的东西 钢石地品很少在家里 因为一般家里都不是用大理石花钢石 要不然就是用超耐薄的地板 或甚至一般的磁砖 那总是会有一堆缝 卡一堆胶 或甚至高低不平的感觉 或者是上面的颜色实在是太深了 太明显了 反而破坏了整个空间 凸显的感觉 所以这个案子用钢石地品的特色就是 我的地板似乎不存在 你看这楼里也没什么对不对 这有什么 这哪没什么 这很有什么 来两个人站上来 你站上来 好干嘛 坐在那边 跳一下 会晃吗 没有醒 才不用扶手 而二楼就是整层的卧房 最奢侈的不是讲话有回音 而是可以对着接紧泡汤呢 就是一泡澡嘛 你就可以坐在那里 两个人一泡澡 就可以坐在那边休息